接下來馬上進入第二首 我認為更精彩 更讓我感動的另外一首《鋼琴三重奏》 而且這回比較幸運一點點 因為我把標題 我不死心地用Google把它的標題 Google去 結果出來讓我嚇一跳 Copro就是一個小島 而且這個小島我竟然近距離地經過它 那時候是莫名的快樂 人生好 現在有Google時代太好了 不然你不知道工山挖溝 朝不到蘇文有什麼資料 Copro其實就是芬蘭西蘭部 它的港口最大的港口叫特庫 就是土庫港 然後經過波羅的海 可以到達瑞典的首都斯特庫斯德哥爾蒙 我當年就是在邦文的時候 懷著興奮的心情 一個人背著背包 上去郵輪 從傍晚裡面一直到日落黃昏 到整個晚上絕美的夜行 來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蒙 是早上六點鐘 我搭這一段美好的行程 然後出還沒有多久 它的Copro這個島就在我的遊船的旁邊看到 然後我告訴你 那時候沒有LINE 我用那個丹臉撒上機 興奮的卡卡卡卡丁 給我旁邊一個老美說 You take a many pictures 我說Yes so beautiful 然後我那個都是拍正片 回來騎換燈片 所以我現在都還保留在我的家裡 所以我造了110億捲的換燈片 花了不少錢都是換燈片回來把它整理起來 還在中國大學開攝影展 歐洲旅遊攝影展 很漂亮 那傍晚了波羅的海的行程 漂亮不得了 所以西北流市 其實西北流市我告訴各位 我去到他的故居 既然去西北流市 我叫他的故居叫哈瑪琳娜 那個地方 一進去你就聽到 綠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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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他可能你說 這就是西北流市的小提琴邪鬥曲 演出的是我們1960年 西北流市小提琴大賽的冠軍 現在你知道西北流市在國際有名的小提琴大賽 叫西北流市小提琴大賽 然後看到一幅畫 我把它照起來 我在臉書上有秀 原來西北流市家裡面 他拉小提琴 他姐姐彈鋼琴 他的弟弟拉大提琴 而且他的弟弟最後還是芬蘭 非常有名的神經專家 神經內科的專家 他們就很喜歡在家裡面組一個三重奏 所以他們那一年到Kopo這個小老去度假 然後下了好幾天的雨 他覺得很無聊 就想下泳就來作曲吧 所以這個時候做了這首曲子叫Kopo 有三個樂章 背景是這樣的 再來一開始 趕快 第一樂章一樣是作名曲式 你看喔 第一樂章也是一樣 你看喔 有一個導奏 沒有多久出來 有第一主題 我們體驗一下 他都有一個導奏 導奏 第二主題 你感覺他在醞釀氣溫 那第一主題會出來 好我們聽這一段 第一主題怎麼出來的 也是 三個樂章 兩位今日 其實街頭是說到 所以你感觉到他的音乐啊,然后低嘴出来 这个是庄名曲式一样,跟第一乐章讲过 所以我现在前面讲过这个庄的乐章就会轻松很多了 第一主题这样出来,第二主题你看到 我一直有这个背景,让我知道 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更容易诠释他 你看到他第二主题,钢琴怎么弹出来了 好,谢谢,有没有,钢琴要唱 用分解和弦,就好像在海浪拍岸 就是荡漾无边的那种美景 就是拍岸的感觉,有那个水波荡漾的那种感觉 就是第二主题,就稍微比较和缓 好,再来,我们进入发展步的时候 你看哦,大家都静下来了,大力琴要表现了 一段绝美的旋律出来,还没有多久 他也跟得出来,跟得出来 形成一个小小的副隔的这段音乐也很美 这就是他的发展步,你看 打出来 一段绝美 雪地插一邊出來 沒有多久插出來 可是中間就在那邊穿插來交織得很漂亮 這就是所謂的富可的精神 所以接下來我們很快 他是座名曲式的第一樂章 一樣 城市部第一主題 城市部第二主題 那你看看我在這樣的揮灑 我的自己語言的時候 就是剛剛那一段大理景獨擺出來的 接下來的小副歌 然後沒有多久又再現部第一主題 第二主題小小的結尾就結束 這樣不困難了嗎 好 我們給你熱烈的掌聲 來迎接這個座名曲式的第一鼓 祝您謝謝大家 小副歌曲 小雨在透過 一 conflicts 小副歌曲 女節小副歌曲 小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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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